非常的美觀 我自己也非常的想要 你看他這個食材 你知道我不知道你拍不拍的爽 沒有這個可以嗎 我覺得很酷 我完全被他打動了 對啊 你們有看到這一袋嗎 這不是過年 這不是過年 老婆包紅包給老公 我們終於買了房子了 其實買了三個月了 可是因為我們的房子是預售屋 然後那時候買了以後 中間就其實又還是等了很久 才開始進入接下來的 後續的一些process 真的是到最近才真的開始 好像有一點 真的有一點感覺是有買房了 雖然我們的房子現在還是一個 毛胚的狀態 不過我們今天要帶你們去開箱 樣品屋 那個建案賣到剩下唯一最後一個樣品屋 然後那個格局跟坪數是跟我們差不多的 不過呢 現在離我們可以進去看房子 還有一個小時的時間 所以我們現在想要先跟你們聊聊 為什麼我們要買房子 做這麼重大的決定 對 因為其實真的買房子是很貴嘛 那它真的是一個 房子很貴 我們現在的房子是租的 那其實那個空間大小也都還蠻適合的 只是你這個租金的話 就是真的都是丟給房東 基本上出去了就出去了 你也沒有得到任何東西 當然你就有住在那邊啦 那我是說真的我覺得說 就是與其把這筆錢丟去給房東 那還不如自己制裁 因為我們畢竟之後住的話 也可能住了10年20年這樣子的 我們現在其實是住在桃園火車站 後站那邊是舊區 所以我們其實想要搬家想很久 因為舊區那邊就很 擁擠 它生活技能OK 很方便 然後有傳統市場啊 很多小店可以吃啊 都在同一條街上 很方便 不過就是很擁擠 那一開始我會住在那邊 是因為我上班的地方 離那邊很近 雖然方便 不過我們還是會因為有小朋友 有鬥哥 所以一直想要說 可以搬到一個更好的居住環境 然後真的最認真找 其實是在疫情一開始之前 那時候我們原本想要去看房子 我們就覺得 好像房價一直在漲 然後就想要去看房子 結果那天就是剛好約了 第一個要去看房的房仲 然後疫情就爆發了 然後他就說 屋主不敢讓你們看房子 那就這樣子 我們就一直拖到 大概好幾個月 半年有吧 那半年後又開始看房子 房價就已經漲了一波 大家好像都瘋狂衝出來 開始賣房了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說不行 我們一定要趕快找一個 適合我們的地方 然後就 下定決心 把它買了 哈哈哈 你是這樣子的小寶 我是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那個房價實在是太可怕了 因為我們最一開始看房子的時候 是去青埔 那個時候青埔一瓶才27、28 同樣的房子 你現在再去看 35起跳一瓶 35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這東西好像是 就是你要不要上火車 火車不上 他就開走了 你永遠都大不了火車 就是會有這個 因為其實我們是五年前開始看房 那時候是你剛開始 我們新婚 然後你剛開始工作 但其實很多東西都還沒有穩定 只是那時候就覺得說 要買個房子 因為要結婚了 可是後來 沒有買下去 之後 我們又碰到 多哥 然後又換工作 中間 其實是一個不穩定的狀態 直到近期 我覺得就是 比較會知道說我們接下來 五年、十年的規劃 會是什麼 因為像我們現在在找房 我們是需要開始找 學區啦 環境啦 因為為了鬥哥嘛 就是需要知道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就是在這個實際點去買房 雖然說我們的預算 大概原本是在這裡 然後我們可能 硬買到這裡 因為實在是沒辦法 對 我一開始的預算真的只有這裡 然後 因為房價實在漲太高了 那 就想說不行 越看越可怕 然後就咬緊牙根 就想說好啦 那反正就是買下去 然後我們再努力的賺錢 把收入拉高這樣子 我另外一個想法是說 這個地方 我們跟一般人比較不一樣 因為一般人買住家 它就是純住 可是因為我們買住家 它等於是辦公室 又是工作室 是我們拍攝的地方 所以多出來這一塊 然後原本在這邊 多出來這一塊 我覺得 可以接受 因為它是可以 賺錢回來的 欸你從來沒有這樣子 跟我分享過 你 你買房的時候的想法是這樣 我很多時候就自己想一想 然後就 對啊 的確說 買了房子以後 這個金額 就在我們身上會變成是一個比較大的壓力 然後跟責任這樣子 但是我會覺得那個生活品質 還有那個 歸屬感 就是你自己擁有了房子以後 可以自己去 規劃你自己的生活空間 住起來比較舒適 然後那個 我剛剛說的那叫什麼 歸屬感 真的覺得會差很多 我剛剛不是就講說 我們其實五年前就已經 原本已經要下訂一間房子了嗎 然後可是因為中間種種的原因 我們沒有go through 那其實我現在回想起來 我覺得這不一定是壞事 因為我覺得我們 經過生活型態的改變之後 然後再加上我們住了五年 其實結婚五年了以後 就發現說其實 我們更了解我們生活空間需求是什麼 然後在這樣子的方式去看房子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更了解 我們要買的應該是哪一間這樣子 買房真的是緣分 不是說有賺就好 對 我覺得那東西要適合你 不然你也不一定會留得住 對其實真的五年前 就是現在來講 真的是房價差很多 對 會有賺 那時候買會有賺 對 那我現在就是安慰自己 就是說適合最重要 然後緣分 少賺沒關係 那現在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可以帶你們去看一下 我們的建案最後一間樣品屋 我們來到我們新家的食品屋 它這一間的品數啊 跟Layout基本上是跟我們 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它這間設計是完全的不同的風格 因為他們這間食品屋呢 就是預算是無上限的 那我們今天就先帶大家來看一下 當你預算很多的時候 然後你家可以變成什麼樣子 這間應該是算是一個 還沒有生小孩的富太太 會喜歡的裝潢 應該不是還沒有生小孩 就是可能小孩已經大了 對 對 因為貴婦級了 可是這個就感覺是會 邀請朋友來家裡面喝紅酒派對的貴婦 對 這邊呢是它的客廳 你看這個 這個超級無敵大的電視 它的風格呢是走比較低調奢華 有點清水模的感覺 然後又用上食材 還有這種 bling bling的 然後它的格局 它的隔間 也跟我們是很不一樣的 因為我們之後可能 會希望它是更開闊一點的感覺 所以我們之後呢是不會有這一道牆 然後就是會讓客廳跟餐廳是整個有一個連貫性的感覺 你看它這邊的設計呢 真的就是給貴婦媽媽然後帶朋友來 喝茶喝酒下午茶 這麼長的一個桌子 我們家如果這樣放的話 下面那一排現在可能已經不見了 然後在它的對面呢 這就是他們的開放式廚房 它這個還算是比較小的對不對 它把它設計的比較小 因為這一間它有做一個玄關出來 它就是這邊的牆的後面是玄關 所以它有做了一個摩字型的廚房 但是它有其他幾間樣品 不過它其實是做全開放 算是一字型的 我們之後會做全開放的 我們是比較偏向全開放 然後再加上中島這樣子 那它這間廚房呢 就是走一個摩字型的空間 然後它的櫥櫃就蠻多的 所以它上面就沒有再做一排的櫥櫃上去 你會覺得很浪費嗎 我會覺得很浪費 但是說真的也是很要看一下它的空間 因為它這間就是走一個比較暗色系 然後它又做三面牆起來 如果上面又都是櫃子的話 其實壓迫感會比較重 因為它這邊為了兩邊都要留走道 所以它的中島就比較小一些 有些人它可能也可以做成這樣 這邊整個中島這樣連貫起來 就變成只有一邊有開口 對 然後這個健康比較特別的地方是這個 對 它們是用RH爐 因為它這一整棟呢 都是走一個無明火的設計 所以它沒有瓦斯 對 這邊是完全沒有接瓦斯 但是RH爐我覺得其實現在有個好處 安全是第一嘛 那其實它清潔上面也比較簡單 可是我現在還是沒有很理解說 煮起來感覺會不會差很多 這個等一下之後我們實際入住了之後 才有辦法跟你們分享 對 因為這個檯面就是一個 它是平的 類似鏡面這樣子 然後又很平 你就會很怕去刮到它 我比較不知道會不會順手的地方是說 因為我喜歡甩鍋 甩鍋的時候我會喜歡下面有火 然後有的時候可以甩出那個火出來 你之後可能要拿一次點火槍 對 直接用點的 我今天健康啊 然後本身除了附了這個RH之外 它還給你一個烤箱 Bosch的烤箱 然後還有這個是Renee的抽油煙機 跟我後面這裡 它還附了兩台的電氣櫃 這個叫電氣櫃 對 這個現在是大家很流行不需要的就是 太多台機子都在外面 然後你就是可以從裡面插電 你就是不想要在外面看到大同電鍋就對了 對 因為太多顏色太多形狀 它好處是說 有了這個電氣櫃以後 你在裡面煮的時候 它裡面會抽風掉 所以它是會排掉那些煙 所以這兩台都是標配 對 然後還有這個非常大的流理台 跟一個除下的烘彈機 其實它基本配的東西就很多了 你少講的那個檯面 它這個檯面很特別是用意大利的品牌 是非常高級的一個檯面 它這個其實也全部都是算它的標配 它介紹這塊檯面的時候 它有拿一把刀在上面敲來敲去 對 它是一個耐磨的類食材的檯面 非常耐磨 它這一片就不便宜 它說要多少錢 你記得嗎 我忘記了 反正這一片就要幾萬塊 對 它也有說你如果要全部退掉的話 就是大概二十幾萬 可是你剛才講的那幾樣東西 對 電器加這個檯面要退 可以一起把它退掉 對 我們現在還是有點掙扎 就是說這些東西我們要全部把它退掉 換成全部我們自己喜歡的 還是就是要留著 因為這些東西也都不差 比如說像烤箱 雖然說我覺得它也是不選 可是如果說選它的話 我又會想要選比較高階的那一款 因為我本身就是很喜歡做蛋糕類的東西 然後還有像它是附廚下的烘碗機 那可是大家都講說你一定要有一個洗碗機 所以這個我們也還在考慮 所以這個也是還在非常掙扎當中 然後你看它這一間還蠻特別的 它是做 這是冰箱啊 櫃子收納在裡面的冰箱耶 這個很貴啦 這個是真的是只有非常高級的裝潢 才有辦法做這種東西 它這個算是兩台的坎入式的冰箱 然後再加上這個櫥櫃 櫥櫃就是算木工的錢 對啊 很貴 很貴 我覺得他們這一間讓我覺得非常特別的一點是說 它的廚房沒有通它的洗衣房 喔 因為通常那種洗衣房 通廚房就是廚房被塞在角落 然後還有廚房的空間就會被切割掉 因為會有一個門在那邊 這間就是把它的後陽台 坐在另外 完全另外一個區塊 它這個門直接開在你的走廊這邊 所以我覺得它其實還蠻省空間的 它這邊呢就是有一個洗手台 然後這邊放你的洗衣機 還有一個非常特別的東西 因為這邊沒有瓦斯嘛 所以它這整棟呢 都是 要配置 熱棒 然後熱棒的話呢 你就是可以自己再去選擇說 你要什麼樣的尺寸的 多大的這樣子 對 這一支是要加工的 對 但是以它的後陽台來講 是也是媽媽會非常喜歡 因為它空間其實還算是蠻寬敞的 然後你上面還可以裝一個曬衣架 對 我現在就是非常想要自己再去裝一個塞衣架 這個就要自己花錢 對 這個也是要自己花錢啊 對 都是錢的 全部都是錢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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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現在是還沒有決定要跟它加裝這個東西 但是我自己本身是非常想要 因為我們家目前住的那個地方 它是沒有這種升降式的吊衣架 也沒有暖風 然後直接三個鞋子在那邊 然後他你想你要看一件 然後再穿 然後再刮上去 然後再套一件 東西都好像放下 然後這才麻煩 你也被廠商 喔對 你也被廠商 可以趕快來一下 之前好像有出現過 可是那個時候我們還不需要 對 好現在需要了 請你們趕快回來 然後啊我們這一棟裡面 它基本上窗戶也都是用非常好的 quality的氣密窗 所以現在聽聲音 關起來真的差蠻多的 有沒有 有沒有 有 然後他這一間啊 多酷啊 他還多做了一扇門 來擋他的陽台門 這一片門 大概就要再cost你兩三萬塊 非常的美觀 我自己也非常的想要 但是沒有那個錢 沒有錢 去多做這個東西 沒有錢沒有錢 我們繼續往下走 我們這整個空間啊 它其實是差不多30坪 可以做到2加1的房間 但是它這間的食品屋呢 它就只有做兩間房間 那它的主臥室就很大 然後你看它的主臥空間 它把它分割成了 這邊是主臥睡覺的地方 然後呢 走過來 通過一個小小的柱子 就到了一個非常非常生活 更衣室 這不是你家 你也太興奮了吧 我用這個可以嗎 這個更衣室太大了 好高級喔 然後你還要買很多的包包跟衣服 來填滿這個空間 我還需要Hermes 你看這個空間多奢侈啊 我還有一個中間有一個這樣子的 中導式的更衣室 這是一個每個女人的夢想吧 這個很常時候是放珠寶啊 或是一格一格是放手錶啊 對 可是我們只能放UNICULO的襪子 一顆一顆放在裡面 所以沒有需要把更衣室搞成這樣子 它這一間的空間整個就是做開放的 因為就是要讓你覺得說 他是非常的高級的人 然後他的東西呢都是可以秀的 除了東西都是可以秀出來的 所以他沒有做任何的門 除了這裡的更衣室之外 他直接可以連結到他旁邊這邊 是給你做了一個小小的休息區耶 兩夫妻在房間還可以就是喝杯小酒 然後坐下來來談判這樣子 你真的不想要動了耶 坐下來就不想要動了 這個空間還不錯 對 我們當初就是看到他們這一間的時候 就真的覺得他的樣品屋真的做得太漂亮了 可是我覺得這件事情很可怕 因為他們做樣品屋的時候 他們是沒有在管budget的 對 可是當你看了很喜歡 你要跟他做到一模一樣 你要花很多錢 所以你有可能會被他的樣品屋 沖昏頭 洗腦了 對 所以這也是我們現在一個困擾 對啊 你就覺得哇 你想要做到這樣子 會需要多少錢啊 現在就帶來大家看一下主屋的廁所 他呢也是非常的標準的 他有給你的四件式的衛浴 就是他有浴缸也有淋浴 然後還有洗手台跟一個馬桶 而且他這個馬桶還非常的高級 我那時候看到的時候我就覺得天哪 這是什麼 怎麼那麼可愛 他的面板也太漂亮了吧 這個是控制馬桶的遙控器 他是coller 他在上面可以玩灘石蛇吧 欸應該不行啦 但是他就是主握 他是配置了這種免制馬桶給你 我覺得他這一個控制台面設計得很漂亮 還有他的暖風機我也覺得超美 欸這個也是送的嗎 對 喔 暖風機送的 主握的暖風機是coller的 然後這一台是送的 超美 我們那時候來看這些建案的時候呢 他們的銷售人員就非常的酷 一進家裡就直接說 Hey Siri 開啟音樂 因為他這一間是智能宅 對他什麼東西 他都是用一個非常高科技的概念去做設計 可是其實你要多加功能都要多加管線 可能一些零件都要加錢 所以你如果家裡面 Hey Siri Hey Siri 先關掉音樂 關掉音樂 好 他的建案本身呢 是有附了他的主機給你 但是你如果要來連結你的音響 連結你的電視 連結你的燈 連結你的窗簾 全部都是還要再加錢 對對對 所以你如果錢很多你可以設計說 早上窗簾自動打開 然後音樂自動播這樣子 對 很酷 因為他走進來的時候他就直接講說 Hey Siri 我回家了 然後他就燈就開始啪啪啪 然後窗簾就打開了這樣子 那你也可以說 Hey Siri 你不要看電影 他窗簾會自動關上 然後燈也可以把它換成不同顏色 而且這些指令還都是你自己可以設定的 這都要花錢 可是我覺得很酷 我完全被他打動了 然後再來 他這邊外面也還是有做一個客位 有淋浴有馬桶 然後還有你的洗手台 就是一個比較簡單的 在外面可以給客人來的時候使用的一個空間 他這邊送的就不是免治馬桶 對 就是比較基本的款型 然後走過來到旁邊呢 就會是我們的次卧 我們基本上是想要把它設計為 豆哥的房間嘛 就是遊戲室再加上他成長的空間 次卧空間其實也是非常的寬敞 而且我很喜歡他這個建案的格局性 因為他所有的空間都非常的四方 所以你很好設計 這樣是不是比較不會浪費掉空間啊 對 因為就是很多 我們去看很多的建案 他很多的空間就是會有一些淋漓尬尬的那些角出來 對對對 就是廚房會多出來一個角 然後就切到走道 然後就會覺得天哪 這邊要是沒有這個多好 看到這間的時候 真的就是完全的中了我的心 跟看到我的時候一樣 好 然後 好 然後 看他這邊啊 這邊是用磁磚 其實現在地板 你也都是可以自己選的 因為全包配就是連地板也都沒有給你 所以你這邊也都是自己要再花錢 那我為什麼會很喜歡 一看到這間建案的時候 我就非常的心動的原因啊 其實有幾個 第一個是說 他真的就是一個開放式的格局 你現在看到這些牆啊什麼 他基本上是都沒有的 所以你可以完全的設計出你自己想要的空間大小 你的每一間房間 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需求去做設計 我們自己就是非常有想法自己想要什麼樣的空間嘛 再加上他的廚房 是他這樣子開放式的廚房 也是我們當初在找房子的時候非常重的一點 覺得是一定要的 對 因為我們有80%的影片會在廚房進行 對 而且因為我從以前就一直覺得說 為什麼台灣的廚房都設計這樣子小小的一條走廊 就覺得媽媽在裡面煮飯是一個很孤單的感覺 我就覺得說煮飯就是一家人的事情啊 就是大家可以一起 不是媽媽自己的事情 所以我就覺得說 廚房我一定要選開放式的 然後再來是 就是我真的覺得走進來的感覺 就真的有讓你感受到他們這一間建案 是有品質的 我們看了很多很多的建案之後 就覺得說其實品質還蠻重要的 因為我們自己現在目前住的那一間 就常常會覺得就是隔音很差 然後可能常常會有那種櫃蹄啊 或是檯面什麼就是會有裂痕啊 然後會有東西壞掉 燈壞掉什麼之類的 那種就是讓我覺得很麻煩的東西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 它這一間的品質 像它的廚房 因為它自己的廚具這些都有附贈 然後它用的廚具也都很高級 就算你不把它換掉 其實也都是非常好的Quality的東西 那雖然說這些都很多是加在你的售價裡面啦 但是我覺得說 其實多花一點錢買到品質的話 以長久性來講是比較划算的 然後另外還有一點啊 其實是因為說 像它這一棟的樣品屋 它其實是有四種不同的樣式 它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是因為它的建商本身 它就是有附了設計師 你要坐下來嗎 它這間監案本身它附了設計師 所以它設計出了四種不同的樣子給你參考 然後同時間你也可以知道說它的設計品質 跟它設計出來的風格 是你有沒有辦法接受的 因為對於我們來講 如果是外面找設計師的話 那其實又是另外一個費用 但是因為我自己本身是有這樣的背景 你就自己說是室內設計師就好了 你那麼客氣幹嘛 你就說 因為我一直覺得我沒有到很強 但是我有學過這樣子的東西的背景 要有自信 你就直接說出來 我們祖母就是室內設計師 不要不要 我沒有辦法 就是我們這樣的背景 所以我其實是很知道說自己想要什麼東西 但是當然要自己去守會那些圖 要去監工 要去同胞 這些其實是真的還蠻花時間的 所以如果說它這裡本身就有附設計師給你 而且它還是不用收設計費跟監工費的狀況下 我覺得其實還蠻加分的 我們好像住進來 對 你會覺得真的 你看我們這樣子各個角度都可以拍攝 多開心 我們離完工大概還要有半年 至少半年 還有至少半年的時間 因為我們剛開始買的時候 剛剛有說是預售 然後現在差不多成屋了 我們接下來要開始裝潢 因為設計師有跟我們講說 從毛胚屋要裝潢到好 至少至少是一定要 180天 我真的覺得 很期待 很期待很期待 那買房這件事情 我們也真的是想了很久 考慮了很久 猶豫了很久 終於找到了這個地方 雖然說它的價格 的確是 離我們原本預期的高蠻多的 但是因為看了它這邊周邊的環境啊 然後還有這建案本身的品質 跟它的格局真的是很中我們的心 所以我們就只能 努力 再努力 東西好 有時候價格高 你就是要吞下去 對 然後之後再努力的賺錢 對 因為這個其實是會反映到你之後 以後的生活品質的 因為你想我們現在住的那種樓上 然後就是這樣 輕輕輕輕輕 真的很吵 不要被樓上那個看到這支影片 反正呢 我們從現在到真的 進駐 可能還有七個月 那這中間還有一些過程 你要談設計啊 對 然後有一些流程要跑 接下來就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們之後就是會陸陸續續開始 分享我們新疆相關的 你剛剛說 新疆 我們房子都還沒弄好 我們應該要去拍新疆旅遊了嗎 我好想去新疆喔 朋友在等我 不要離題 不要離題 這一間的設計其實跟我們 之後要做的設計差很多 差蠻多的 可是我現在坐在這邊 我還是覺得蠻舒服的 很舒服 我們要不要把這一間也買下來 你有發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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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光裝潢都已經在想說怎麼弄了 反正中午坐在這邊 閒著就閒著 讓我幻想一下 我們其實中路是到最後 最後才看到中路來耶 我們一剛開始完全就是鎖定輕浦 然後我那時候只是想說 輕浦跟台中 離開看這樣子 但是輕浦真的太貴 好我們有講到下一支去 下一支影片 大家開啟小鈴鐺 我們之後再聊 掰掰 掰掰 掰掰